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一样 用GoPro不管是在拍照或是录影的时候 总觉得GoPro广角镜头下的变形变形得很严重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 画面周遭的建筑物像是果冻一般快要倒了一样 难得记录了这些珍贵的画面 却不想要拿起来看第二遍 没有错 这集就是为了有水平和垂直强迫线的你们所设计的 虽然GoPro能利用广角镜头的筒状机变 制造一些很浮夸具戏剧张力的一些画面 但面对一般日常记录的使用者来说 这些画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人的观感不适 我在这边要教大家一招简单后制的方法 快速解决这个画面变形的问题 让这个画面变形从今天开始说拜拜 在Lightroom Classic的编辑画面之下 你右边拉到下面镜头校正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启动描述档校正 点选之后 这边制造商你选择GoPro 机型你可以选择Hero 7 Black BOOM这样就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还希望再微调一点 可以利用下方的扭曲滑杆手动加强 那在这边呢我建议各位可以搭配 这边按检视放大附叠 隔点可以依照水平或者垂直的方式来做校正 好现在来到影片剪辑的画面 我使用的剪辑软体是Mac上的Final Cut Pro X 而今天要使用的校正软件是Red Giant所推出的Fisheye Fixer 首先安装好插件之后进入Final Cut Pro 把需要变形校正的画面放到时间列上之后 这边开启效果视窗 你只要搜寻GoPro 它就会出现这个插件了 总共有两项 右边这个是Fisheye Maker 它是可以利用手动创造 GoPro的鱼眼效果 那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左边的Fisheye Fixer 只要将它推移到你想要校正的片段当中 完成 这是校正后的画面 那我们看一下校正前的画面 校正前的画面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有线条的部分 都会呈现出桶状变形 使用插件校正过后 桶状变形这边就不见了 影片也可以这样做处理 这边一样呢 如果你想要细部调整 可以利用Fu这边 Show Horizon显示水平线 就可以利用它做进一步的校正 右边的选项 一样可以手动做调整 那我觉得它这边抓得不错了 我这边就不另外做处理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别利用Lightroom 还有Final Cut Pro 对GoPro所拍出来的相片和影片做的变形的校正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那通常拍摄完毕的相片或影片 拿利用这个校正之后 再利用放大工具 然后做适度的裁切就可以达到平稳的一个画面 但这边要提醒一点 因为它是利用软体把你的画面拉水平垂直 在它拉直的画面的过程当中 所以中心点以外的画面可能因为自动裁切的关系会被去除掉 所以建议各位在用GoPro拍摄的时候 尽量还是把想要呈现的主体呢 放在画面的正中心 这样不管它怎么样的裁切 主体都还是依然存在的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和分享 那如果想看更多关于GoPro 或者是影像编修方面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CJ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